佩真與老公結婚13年 兩人育有一對可愛兒女 經常會在網上和粉絲分享家庭的幸福生活 但沒想到今天卻被網友造謠老公出軌了 該天文中透露佩真的老公有婚外情 她會發現是因為老公去洗澡忘記帶手機 然而第三者發信息過來 她看見對方的胸很大 結果老公是因為自己的胸小而出軌 原本想跟她離婚的 但為了小孩決定挽回家庭 於是試了該網友專屬調配的產品 該名網友為了銷售產品而一造謠 然後還說佩真使用產品 讓身材變好成功挽回家庭 讓佩真看了直接生氣發文表示 姐希望你換個工作不要再詐騙 這麼會編故事應該要去寫劇本 有機會還可以得獎實在是很誇張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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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